請一通起立 我們的出路焦點 在我們的主身上 有福的確去 有福的確去 別輸輸我 後輪的後輛向我懸命 被祝祝輸輝 歸身後勢 從著你終生出現信心 總是我息息火腔火腔 總給我救助 心已完成 常看著此愛並送出恨 賺美我救助 從月不分 萬全是福祉 萬新萬新 天堂的同樣 現在我心 法復有天使 有天降臨 何必主持 愛並作人 臨 何必主持 何必主持 來並送出恨 赞美我救主 早也不复 万世心于主 万世安宁 荣耀你生命 痛恨我心 是可以让万主 进行人口 赞美我救主 早也不复 是否耶稣蒙福 是否耶稣这真快乐 喜欢主 祝你和喜乐 罪你不用辞 人靠小心中 引起这四天堂 天天是风俗 毕丰富 是否耶稣蒙福 毕业不复 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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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不复 是的 是 毕业不复 真是 毕业不复 从你见耶稣 在世 毕业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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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识别人总理见耶稣 从心将世常传乎 一层当地 识别人总理见耶稣 福恩走远为主而可 忠拥着成笑能处 大铃铃鸭灰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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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 誓言來聰明者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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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這世長傳 故意聖高齡 誓言聖明者耶穌 誓言來聖明者耶穌 誓言來聖明者耶穌 誓言聖明者耶穌 祝你平安 平安 感謝神 我們再次的來到神面前 我們讀三處的聖經 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節 史書錦狀 第四章十二節 約翰文音的第十四章的第六節 我們來讀這三段的聖經 首先我們讀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節 祂將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祂起名叫耶穌 因祂要將自己的百姓 從罪恩裡救出來 除祂以外 別無拯救 因為在天下的天 沒有赤下別的名 我們可以靠著得救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去接走 沒有人能到父母那裡去 弟兄姊妹 我們在上一周 分享到耶穌是救主 只有祂是救主 什麼都不能救我們 唯獨耶穌才能救我們 這樣有人說呢 那中國以前沒有耶穌傳進來的時候 那救命的那些人怎麼幫 那救命的那些人怎麼幫 耶穌都還沒生出來 也要信耶穌得救嗎 對呀 胡扯 生都沒生出來 怎麼靠祂得救呢 聽我媽媽為你們道來 亞當下話也沒信耶穌 祂才能得救 我在二十來歲的時候 查看吧 我曾經問一個牧師說 亞當有得救嗎 他說 亞當沒得救誰得救 哎呀 我被你嚇不住了 亞當怎麼得救呢 他是上帝造得救得救嗎 那我們也上帝造得救 所有人都上帝造得救 哦 反正亞當有得救我知道 怎麼得救 他憑什麼得救 你不是吃了禁果嗎 吃了日子必定死嗎 你有信耶穌嗎 耶穌都還沒來 原來亞當確實是信耶穌的 因為那時候的耶穌名字叫什麼 叫女人的混 亞當下話不是吃了禁果嗎 上帝要神盼他嘛 亞當你幹嘛吃啊 都是你給我的那個同居的女人叫我吃的 女人啊你為什麼吃啊 都是那個蛇營給我吃的 那上帝也沒有說蛇你為什麼吃啊 沒問了 他就馬上審判 蛇啊你要終身吃土 用肚子行走 也就是說你要下在地獄裡 卑微永遠沒有出頭之輪 那呢又審判男人 又審判女人 在這審判的過程中 上帝對那個蛇 就是對那個魔鬼說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首 女人的後裔 叫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首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這就是創世紀的三章四五節 被稱為是福音的種子 被稱為是原始的福音 那時候上帝就把福音傳給他 叫他們信福贏得救了 想想當時的亞當夏娃正在那裡 哎呀上帝啊我們慈禁活死定了 誰知道上帝對那個魔鬼發起了宣章 怎麼宣章呢 我又要叫你 這個你就是指魔鬼 上帝對魔鬼說的 指的魔鬼說的 亞當夏娃是旁聽的 還沒有對他們說話 我又叫你女人彼此為首 這個女人是誰呢 天主教說是瑪利亞 不是瑪利亞 乃是指教會 整個舊約的教會是一個女人 瑪利亞是女人身上的一個人間一樣的 也是女人中的一個小女人 耶穌借著這個小女人生出來 也是列祖把她生出來的 我們在這羅馬書的第九章的第五節 說列祖生了基督 那麼上帝叫魔鬼和教會要為仇 女人為仇 女的後裔是指魔鬼的後裔 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魔鬼會不會生小鬼 人死了會不會變成鬼 不會的 鬼是天師墮落的 天上的天師很多 有三分之一墮落 那三分之一墮落的天師都跟著魔鬼走 都變成了小鬼 還有呢跟隨魔鬼的那些世人 也被稱為是魔鬼的後裔 他一直要與教會作對 所以女人的後裔是誰呢 那就是耶穌 我們是誰的後裔呢 男人的後裔 是爸爸和媽媽一起把你生出來 正常情況下我們都是信爸爸的信 特殊情況另外 就是不跟爸爸信 你也是爸爸的中 也是他的後裔 那唯有耶穌沒有人類的爸爸 只有女人把他生出來的 因此只有耶穌的名字叫女人的後裔 我們都是男人的後裔 所以說女人的後裔是基督 上帝怎麼發幾個贊成呢 說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兩個都要做對 女人的後裔先要攻擊 出手 要打魔鬼的頭 傷了你的頭 意思說給你的腦袋把致命一箭 你不死也得死了 然後呢 魔鬼呢 要傷耶穌的腳跟 魔鬼是毒死 把你的腳跟咬一口啊 你也中毒也會死完的 所以耶穌也被定死自家死了 然後呢 他從死裡復活了 沒有受到致命的傷 還能從死裡復活 因此 這就是聖經的一個 像下棋一樣 上帝藉著耶穌基督傷了魔鬼的頭 魔鬼呢 傷了耶穌的腳跟 那魔鬼帶領著他的徒子徒孫 要與誰做對呢 與耶穌做對 做不了對啊 耶穌復活生天到傷成天去了 那怎麼辦呢 只能攻擊教會啊 攻擊教會 教會受到了魔鬼的攻擊怎麼辦呢 我們跟魔鬼打嘛 也打不了的 我們就復求基督 基督呢 基督打魔鬼 是這麼的 你自己打魔鬼 說啪給你一把 打不了的 這怎麼打呀 是不是 我們復求基督 基督打魔鬼 魔鬼帶著他的徒子徒孫呢 來打教會 所以這個是 像下棋一樣的 過來過去 過來過去 這麼的 這就是 這就是女人的後裔 這裡一個出來 女人的後裔可厲害了 你想想 烏克蘭 你怎麼這麼傻呢 把這事告訴我的 你說女人的後裔傷我的頭 我自己把女人的後裔弄死了 你想想看 你怎麼能傷我的頭呢 於是 魔鬼從那時候就心裡想 我要把女人的後裔給弄死 這是我的第一目標 總目標 總方向 那麼 女人的後裔要生出來呀 叫誰生呢 亞當夏娃當時呢 兩夫妻 站在那裡 哎呀 當上帝說 女人的後裔要上魔鬼的頭 亞當馬上眼睛看出來 看老婆 老婆是女人吧 老婆 看老婆 意思是說 老婆 你要趕緊給我生 生什麼呢 生女人的後裔 因此 女人 現在要另外一個名字 叫夏娃 是上帝審判以後給她取的名字 取的名字叫什麼呢 叫夏娃 夏娃什麼意思呢 眾生之母 生命之母 你要等你生 生出來 我們就等生命了 你把生命的那個主生出來 我們就有命了 不然我們就沒命 女人的後裔 原來是女人生出來的男孩子 不是女孩子 所以你看聖經前面的記載 都記載男孩子 幹嘛這麼近呢 女孩不重要的 女孩怎麼沒不重要呢 因為那個把我們人類救出來的是男孩子 不是女孩子 所以重男輕女 是犯罪以後的亞當的思想 這個思想帶來了古今中外 都是這樣 那女人的後裔要傷了魔鬼的頭 要把我們人類給救出來 那女人的後裔到底是誰呢 亞當夏娃的感受一點遠了 有沒有生這個女兒 不記得 生了第一個男孩子 好高興啊 女人終於生男孩子了 生了一個男孩子 這句話是跟他取名叫蓋陰 仔細看聖經 聖經是蓋陰這個字 耶和我得了一個男子 這句話是病句 我們說耶和我得了一個男孩 才是對的 怎麼得了一個男子 男子是綁壁有力的 是不是這樣 亞當夏娃當時的腦海裡 他們以為這個蓋陰就是女人的後裔 女人生的男孩子 這就是我老婆女人生的一個男孩子 蓋陰 魔鬼在這裡的眼睛也盯上去了 蓋陰 男孩子 我也要我威信了 咋辦呢 魔鬼成立了一個重要的部門 就叫統戰部 統戰部 這是把敵人統戰到自己這裡來的 第一個是她這麼做的 哎呀 這男孩女孩 無論是誰 聽我的就是我的孩子 我勾引勾引蓋陰看 能不能聽我的 我能不能把她統戰統戰過來 後來蓋陰聽誰的 聽魔鬼的 是她的孩子 誰知道當時沒有計劃生女 也沒有獨生之女 還會生那個亞伯 亞伯真的像女生的後裔 對上帝敬畏 聽到聽得懂 聽到西康里去了 包括亞當夏娃在那裡講的道理 他聽懂了 所以 概念是種地的 亞伯是養羊的 你再看聖經看下來 亞伯養羊 當時不是畜牧野的祖宗 你第一個養羊的 你應該是祖宗啊 為什麼不是呢 我養羊不是為了生活的 我養羊就是為了獻祭的 你養羊不是為了獻祭 所以說他是從宗教方面去養羊的 他不是畜牧野人的祖宗 蓋陰的後代 才是畜牧野的祖宗 那個亞伯阿 你為什麼養羊呢 我聽勞動士講的 我爸這個亞當勞牧師給我講伊甸羊的故事 特別講到羊的時候 我心裡咯噔一下 原來這個這麼重要 亞當夏娃犯罪了 發現自己赤身露體 衣服都沒穿 修飾人了 他們就把五花葉憋著裙子穿了 上帝一分一醉 兩根樹葉一捲起來 一掉掉了 又受死 修飾溜出來了 所以上帝來找他們的時候 他們說我自己赤身露體 你莫非吃了那禁果 吃了 吃了以後犯罪了 怎麼辦呢 上帝要審怕 兩夫妻啊在那裡 多數的多數的站在上帝面前 現在死定了 因為上帝在創世紀的 第二章的十六到十幾節說 圓中各樣樹上的果子 你可以隨意吃 只是這分別上來樹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兩夫妻都吃了 必定死 上帝啊現在就等死吧 就死了 誰知道上帝說 女人的後遺要殺魔鬼的頭 有個女人的後遺要把你救出來 蛤 我們還可以為我們報出懸法 就拯救我們啊 他就盼望女人的後遺要來 這個盼望就是信心 他相信女人後遺來救他 這個女人後遺就是耶穌 他們那時候就相信耶穌而得救了 因性就成義了 但是上帝還有個動作 什麼動作呢 你們不是沒衣服了嗎 趕出伊甸園之前要給他們穿衣服 來這隻動物 這隻動物很可能是羊啊 當著他們的面 上帝就把牠給殺 殺了那個血溅出來 把那個皮給扒了 把皮給他們搓 他兩夫妻當時就倒吸一口冷氣 啊這就叫死啊 上帝說遲的日子必定死 我也知道這個死很可怕 就好像你對孩子們說 不要把手撕在插頭裡面有電的 會電死人的 他們知道這個電可怕 但電是什麼 不知道 你們也隨意被電過沒有 都沒被電過 你們太信用了 我被電過好幾次 380的220的都電過 而且有時候自己也電過 在樓上的時候說 銅的螺絲刀插在那個火線上 手握住沒電 因為是在樓上 我就 這沒電啊 我也就傾傾的動一下 哇就被電死人了 要拿重來電 輕輕鬆就有電 被電過的人才知道 很痛 很馬 把你往裡面吸 嚇死了 這就叫電啊 電過的人才過就知道 亞當夏娃才伊甸園 人不會死 動物不會死 植物不會死 什麼叫死 不知道 死可怕嗎可怕 什麼時候乾脆死啊 哇 這隻羊為我死了 我看到了 這就叫死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馬上想到一個道理 這羊有沒有吃進去啊 羊沒吃呀 梅吃幹嘛死呀 替我死啊 你看他劈巴過來 為我穿上吧 他替我死啊 我兩個吃了果子的人 不能應當這麼死 羊沒吃不應當死 他不應當死的死了 我應當死的不用死 是不是替罪的羔羊替我死 亞當是全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羅牙方舟以後的最聰明的人 是索羅蒙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但是比他更聰明的 當然是亞當 不是沒有別人 亞當是全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這些道理替罪的羔羊 他大概就知道了 原來女人的後遺 要這樣替我死來證明 他把這個故事講給誰啊 講給了兒子們聽 他兒子們教的是在教會 講給了女兒們聽 亞伯聽懂 舊羊羊 兩個人都長大了 該因也長大了 亞伯也長大了 其他的弟兄姊們也長大了 這兩個是突出的 都在教會你長大 兩個人信心 信心的時候 上帝看到了該因 現土場 很多人說該因 亂七八八號現場 不 聖經兵給他做證明說 亞伯現得比該因更美 該因現在是美的 但是亞伯現得更美 怎麼更美啊 他就信羊 他要靠著耶穌來救我 羊這麼死了來救我 上帝希望亞伯和亞伯的結 該因呢 現在土場 土場其實在後面的祭物裡面 也有土場的 你要把麥子啊 些餅啊 線上也是可以的 但是沒有靠著耶穌線 他說上帝啊我這樣聽啊 我把最好的給你了 你要多好 你不對我好是你的事了 他要這樣的去做 上帝不行 你要做要做得 十相十美才可以 我們上個禮拜說了 人做不到十相十美 因此上帝說 你行得不好 你若行得好 請問悶難呢 但是蓋英心情嫉妒了 上帝喜歡亞伯 不喜歡我 他知道了 他知道了以後呢 裡面就是嫉妒 啊在裡面繞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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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提醒他 你要小心啊 罪負在你的門前 你要制服罪 不要被他制服 魔鬼要想在儒神 在你的心門外 他要溜進來 你要被魔鬼控制了 你要把魔鬼給趕出去 所以後來那個 友大就是這樣 撒旦充滿了他的心 他就打開心門 把魔鬼放進來 蓋英這時候呢 也是這樣 很生氣很生氣很激怒 上帝提醒他了 他還激怒 魔鬼就溜進來了 就把亞伯給殺死 一人剛來是蓋英哥哥生氣 把弟弟給打死了 在背後有個鼠靈的戰爭 魔鬼借著蓋英的手 把女人的後遺給處死了 女人的後遺把他殺了 三弟啊 誰贏了我贏了 蓋英是我的人 女人後遺殺死了 你的計劃滅了 無法成功 誰知道亞道下午還會生 生了一個賽特 賽特的意思是接血替代 亞伯是女人後遺這條線裡的 接上去的 又連接上去了 賽特 賽特生誰啊 生伊羅斯 伊羅斯生下來的時候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就一直生下來 反正是女人後遺這條線 我都把他給殺死 都把他給弄死 魔鬼這麼一想 哎呀這太明顯了 上帝不找我算賺 我們還沒有師父臉皮呢 我們還在講冒尾上呢 那魔鬼也很聰明 我想個辦法 我不殺他 叫上帝殺他 魔鬼這個計劃 伺服成了 上帝真的殺他 怎麼做呢 叫他們同婚 賽特這個女人後遺這條線裡 生下來的孩子 喜花上了蓋印這條線上 生下來的女孩子 你看教會年的姊妹嘛 一般都是不愛那麼打扮 你看社會上的那些女子 也這麼花得朗朗的 眼睛俏俏的 走進路來一扭一扭的 然後呢 走著走著 這個短裙的 把弟兄的眼睛都勾過去了 都勾過去了 勾過去了以後呢 教會年的弟兄先堕龍 喜歡上了那個女子 娶過了為親 你說生下來的孩子 敬畏上帝容易呢 還是不敬畏上帝容易呢 男人一般都出去工作 女人一般都養家 孩子一般都親媽媽 所以整個世代都拜訪了 他們明知道有上帝 不怕上帝 什麼就有辦法 所以說我們小心 母、母、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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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醉 放出來的醉 比一般的枕頭厲害 神學生要是犯罪的 那就是世界大壞樣 所以馬克思是神學院裡奪出來的 奪出來的 一個知道上帝不怕上帝 那個很厲害 所以說整個世代的敗壞 上帝看看他來看去 全世界都沒有 只有挪牙在上帝研究夢中 還敬為上帝 上帝就指示挪牙 製造挪牙蕃蕃蕃蕃 他有三個兒子 去了三個兒媳婦 自己兩床及八床人 然後去出於、今天 撪牙蕃蕃蕃蕃蕃蕃蕃裡 上帝整個洪水、把全球水墨了 還要把這� traded,最高的山高粥 十五床,七米五 全部把它淹沒了 那時候 女人的後衣在哪裏 毫無影響 他妈在挪亚方舟里 挪亚方舟在水面上飘啊飘啊飘啊 上帝保佑着这个方舟 沉进去的话 上帝的计划就完蛋了 那个魔鬼的眼睛也盯着这个挪亚方舟 到底女人的后裔从哪里出来的 从挪亚出来知道的 挪亚的三个儿子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原来上帝借着挪亚生了三个儿子 是伤 杭 雅 佛 什么时候明显呢 是伤出来了女人后裔的 挪亚做起农夫 挪亚方舟以后做了农夫 葡萄园种的太多了 念了葡萄酒喝醉了 喝醉了就脱光光了 脱光光了以后呢 他的儿子叫杭 还有一个孙子叫佳南 就笑话他说 哎呀 这个老父亲啊 修修脸啊 丢死人啊 这个脱光光啊 杭和雅佛 知道爸爸脱光光了以后呢 这两个人倒退着 拿着衣服倒退着 把父亲的袖子给遮开 挪亚醒了 就皱住了家里 这两个意思 为什么不皱住 喊啊 喊也说了 喊是方舟里的人 方舟是预表基督的 在基督里的人不蒙皱住 喊是得救的 虽然话语也是得救的 那这时候他又说了一句名言 什么名言呢 喊啊 你的神是应当成熟的 耶和华 喊的神是应当成熟的 喊 神会称为是喊的神 意思说 女人的后仪要从你喊出来 从喊之外 要把女人的后仪 要把耶稣给生出来 所以说喊啊 你要小心 神会称为是你的神 谁知道喊的孩子 牙活的孩子 喊的孩子 在一起干什么 我们一起找八点 我们一起找八点 那种模样还活着 老爹爹 你坐在旁边 年轻人的事 你别上手了 别管了 直观照了 上帝又是口译变乱 现在可能啊 我学英文不想学 就有人说英文 有人说中文 有人说俄罗斯文 全世界都分开了 分开了各个民族 分开了各个国家 把人类都分上了 那时候是临陷 在大约4700年的时候 是罗亚方之后的巴别塔世界 本来神要小心的 谁知道神的孩子们也这么干 都是犯罪的 那怎么办呢 魔鬼也搞晕了 女人的后遗到底是谁呢 找不到方向了 赏的孩子太多了 成千上万 有一天赏的有个动作 亚伯拉罕啊 你去家里的乌儿 魔鬼说 哇 就原来是 亚伯拉罕要生女人的后遗 这个要把亚伯拉罕给弄出 怎么弄呢 魔鬼也真的很聪明 我把你老婆给人抢走了 你就生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沙拉 65岁了 还有人抢 谁抢呢 我们第一个抢就抢 亚伯拉罕的大使命 他保镖到318了 四个部队 四个国家的部队都被他杀了 你敢去抢吗 想要来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国家的最厉害的君王 是当时 法老 埃及的法老 把他抢了 抢了以后呢 上帝就降灾给法老的宫殿 有人说当天同房的时候 这个法老肚子疼 哎呀 同房不了 你想多了 皇帝老婆多的事呢 哪有一个取过来的同房呢 你看一丝铁记 要半年洗身子 半年用香料 一年以后才有资格去同房的呢 所以 撒拉在皇宫里不是一天两天 上帝不断的降灾 不断的降灾 不断的降灾 后来他知道是别人的老婆了 还不给他 我就不给 最后受不了了才给 就好像后来的出埃及营养了 十个灾将下来了 实在受不了了才让你以色列人走 不然就扣住你不走的 我请过来的老婆干嘛犯程 是吧 不犯了 所以 又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呢 上帝又说 明年这个时候 你要生一个孩子 以撒要出来了 这时候母鬼慌了 女人到后一出来了 又叫亚比米勒 菲利士的一个王 和亚伯拉罕是朋友的 两个人是军事上的联盟 把他取走了 这个取走 不是看他的没事的 那时候是八十九岁的 八十八八十九岁了 是说我们两个 你的妹妹给我 咱们是亲戚的 军事的联盟更加的稳固 基于这个 但是老婆还是被人取走了 这个生不出来了 上帝又把他弄回来 弄回来了以后 生那个以撒 以撒生以撒和雅各 两兄弟双胞胎哪个是呢 大的不是小的 小的雅各成是 雅各生十二个儿子 从流变开始 一直到约瑟变雅明 十二个儿子哪个是呢 老大人流变不是 老二新变不是 老三地位不是 老四 尤大使 要用从尤大出来 尤大出来的孩子当君王 立委出来的孩子当祭使 上帝说 龟不离开尤大两腿之间 只等到戏罗来到 那个龟就是皇帝的那个拿着的一个龟 是皇帝的一个权柄的一个象征 不离开尤大两腿之间 以色聪明的两腿之间 会生下一个孩子 只等到戏罗来到 戏罗就是自平安者 原来女人的后裔 现在改了个名字 叫什么 叫戏罗 戏罗就是女人的孩子 于是 尤大支派又出来了 尤大支派又下来下来下来的时候 当君王的是谁呢 以色列国当君王的神 是遍雅明支派的扫罗王 对呀 当王的不是遍雅明支派的 要尤大支派的 尤大支派的大卫后来彰显出来 原来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要一定是大卫的子孙 这不是马太福音的当头报吗 耶稣基督的家谷要是亚伯拉罕 上主亚伯拉罕后裔 是大卫的子孙 是由大支派下来的大卫的子孙 因此耶稣这个名字后来有了庄用的名字 另外一个庄用的名字叫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那个瞎子在那里的时候 看耶稣经过了 他就喊大卫的子孙 可怜可怜我 别人说闭嘴 不许叫 干嘛不让他叫 离家说先知啊先知啊 医治我 别让你叫 这个先知啊先知啊 可怜我也让你叫 哪怕说 司力复活的先知啊 可怜我也让你叫 大卫的子孙是个庄用名字 这个名字说 你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 你就是那个系罗 你就是那个上帝应许来 拯救我们的伟大的君王 生日个性的大卫君王 是庄用名字 因为大卫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说 主对我主说 让仇底做你的脚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生下来的孩子 我的那个子孙 大卫的子孙 是我的上帝 我的上帝对我的上帝说 我的上帝天父 对我所生下来的那个上帝说 我让你仇底做你的脚凳 可把尤赛列给云死了 哪有两个上帝的 是吧 他们上位一提不动 我的上帝对我的上帝说 我的主对我主说 我说生下来的孩子是我的上帝 我要敬拜他 我要求他来拯救我 这是大卫的 所以说大卫的信仰比我们厉害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大卫 虽然他是旧约 旧约的人很厉害的 那魔鬼说一说 把大卫杀得像野狗一样 今天早上我们的张牧师 也给我们分享这个诗篇 大卫被扫罗杀的 真的是死狗一样的到处被罪 离死都是一步之遥 你以为背后是什么 魔鬼在那里跳动 大卫给杀了就没有了 不但大卫杀了 大卫的子孙后来的时候 又刑起一个女王 把大卫的所有的孙子杀掉 只剩下一个 那一个要是灭人 女生的会议就不出来 所以到了最后 耶稣借着圣灵感应 玛利亚怀孕了 要把耶稣给生出来 一生出来 魔鬼说 哦呀 等了四千年了 原来这个女人的后遗就是耶稣呀 魔鬼的第一目标是什么 杀女人的后遗 杀 借着谁呢 东方几个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 借着希律的刀 希律说我也想去拜本 其实呢 希律要杀他 上帝赶紧的工作呀 不工作这个杀了 我们就没救了 魔鬼就得胜了 所以对于约瑟说 约瑟啊赶紧走啊 这个有人要杀他 你们赶紧逃啊 逃得有钱的 不是博士给你还金了吗 都预备好了吗 逃到埃及去 逃到埃及去 就逃到埃及 希律等左等右等博士不回来 就把伯利恒城包围起来 两岁以内的男孩子全部杀掉 我的孙子四岁了就问我说 我在那里会不会被杀掉 我说你不会 你长大了 两岁以内的全部被干掉 他要杀谁 杀女人的后遗啊 女人的后遗 后来从埃及来了 回到了纳瑟了 因为这个耶路撒冷不能待 后来就到乡下去 隐藏着 坐着木工 诶魔鬼还是盯着 这个是女人的后遗 我跟踪定了 这个比我们什么定位都好 你这个中国美国 这个技术发展的 这个人脸识别啊 这个定位系统啊 都没有魔鬼定得住 反正呢我定定了 耶稣的一句一读 都定着 每一句 每一句 每一句话 他都是尊重的 盯着 不是我不放过 时候到了 就叫你死悄悄 于是 耶稣 三十岁的时候 公开传道 公开传道的时候 魔鬼就要公开的 要把你弄死 怎么弄 耶稣来到自己的教会里讲道 讲得好好的 大家都听 报告神 悦纳人的喜念 今天应验在你的耳中了 有上帝释放你们了 你们的自由了 大家说 哎呀好好听啊 从来都没有这么说啊 他人一装身呢 就要把耶稣给出事 把耶稣带到悬崖上 把他去推下来 你不是讲道 讲得很好吗 你干嘛推下来呢 魔鬼在那里 躲下来 魔鬼又接着一个人 女人放坚影了 抓过来 男人大妈不抓了 当场抓住了 你看重男轻女 耶稣啊 这个人放坚影抓住了 你看 根据摩西的律法 要把他处死 你说咋吧 你们都知道 要把他处死了 你说咋吧 耶稣说 把他处死了吧 大家等马拿死了 就把人都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 他会报告罗马政府 罗马政府啊 这个人忽悠我们 把人打死了 因为 有太人 是被殖民了 罗马人殖民 罗马人才有杀人的权力 有太人没有 既然没有杀人的权力 这个人叫我们把人杀了 因此耶稣也要死 这是阴招啊 魔鬼王阴招啊 看看 耶稣在那里 指头哇 要写着字 很可能就在写着死件 你犯什么罪 犯什么罪 大家说 赶紧的 要不要打死啊 你说不打死 好 你违背摩西的论法 大家打死 摩西的论法 你看违背 这个不是难题吗 耶稣谁知道说 哎呀 谁没有罪的先拿死头 打他 大家一看 我都有罪啊 一个个退学 到了最后 只剩下女人和耶稣的 耶稣说 没人打你吗 没有 回去吧 以后不要犯罪 把人救了 又没有违背摩西的论法 有没有违背 罗马的论法 你看耶稣做的十全十全 好事做到了 坏事都没做 哎 还有一件事是什么 我想到了 还有一个印照 纳税跟凯撒可以不可以 就好像中国人一样 日本人清了我们中国的时候 说给皇军送粮食可以不可以 你说不可以 爸爸皇军用这个人反对你 你说可以 卖国贼打死你 罗马当时统治着以色列 说纳税跟罗马可以不可以 你说不可以 抗税 抗税就要死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 美国抗税是法法 就要死命的 死的 你说 要纳税跟罗马政府 你这个卖国贼 不是汉奸 叫犹奸 犹太人的奸臣 也要死 谁知道耶稣说 拿一块钱毕过来 他们就拿一块钱毕过来 这个号 这个像是谁的 凯撒 耶稣说凯撒的物归凯撒 上帝的物归上帝 啊 还有这么打的 我以为这个一弄 直接可以把你弄死的 谁知道又弄不住 这样的东西多得不得了 干什么 最主的目的 要把耶稣给弄死 最后借着犹大 把耶稣卖了 三十块钱卖了 被抓过去了 抓过去了 审判 他虽然是莫需要的证明 也要把他给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耶稣说了七句话 第一句话是 父啊 说明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第二句话是 今日我就要同你在乐园里了 第三句话是 母亲看你的儿子 儿子看你的母亲 门徒看你的母亲 第四句话是 我的神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去我 第五句话是 渴了 第六句话是 成了 第七句话是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上 魔鬼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完了 耶稣说 成了 魔鬼说 完了 我上当了 这个耶稣啊 像一个恐怖分子 自己死了 再要忘了 把我们也全部搞死了 所以说耶稣就接着死 进入死穴 败坏了那掌死穴的魔鬼 给了魔鬼那致命的衣装 他刚伤了他的头 从此魔鬼就死叫瞧了 再也活不过来 耶稣就是接着死 上帝把这个作战计划摆在了魔鬼门前说 女人的会议要伤你的头 那魔鬼就一直说 我叫杀女人的会议 杀女人的会议 到了后面 十字架上 终于把女人的会议给杀了 他说上帝啊 我还是落入了你的计划里面 耶稣说成了 魔鬼说亡了 这时候才知道亡了 女人的会议就这样 把魔鬼给他致命的一击 让魔鬼没有方生的余地 从此耶稣基督就把旧灯做成了 第三天主十里复活 四十天以后升天 上帝把他身为之高 坐在上帝的右边 那个位置就是魔鬼不佩服的位置 魔鬼当时的时候就骄傲 他就放罪 放什么罪啊 我要把我的宝座提起来 与上帝平等 其实魔鬼看上去挺谦卑的 你把上帝给推下来 你最高就可以了 你怎么与上帝平等就可以了 与上帝平等的那个位置谁坐的 耶稣坐的 魔鬼其实不是不佩服天父 他是不佩服耶稣 所以上帝说你不佩服耶稣 那耶稣你下来跟他斗斗 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场景 耶稣基督就这样 把旧约的那些人都要拯救出来 旧约的人怎样被拯救出来呢 他要信耶稣得救啊 那时候耶稣都没来啊 那就先不要先进交易一样的 就像做生意一样的 先给你开个新收据 我家是做生意的 别人拿我的货 说一个月减账 一年减账 好的 我就货运给他 他说我收到你多少货 什么时间 货多少 当价多少 总额多少 我签字了 我就拿了那张回当货了 那张回当是钱嘛 丢了就是钱 丢了就没货 是钱丢了 那张当子拿过来 去那个Costco买东西 Costco理你嘛 不理你 这个不是钱 是钱又不是钱 那旧约的那个牛羊啊 能赎罪吗 能赎罪不能赎罪 能赎罪是什么 能赎罪它就像收据一样的 将来的话会算总账 耶稣来救我 这是个收据 对我来说是钱 是能赎罪吧不能赎罪 牛羊绝对不能赎罪 只有耶稣能赎罪 旧约的话都是什么 都是打收据 新约的话都是现金交易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 成了 那句话还有一个字 希腊文明圈的意思 罪账清场 所有以前与下来的那些欠条啊 那些欠债的 到了现在全部失了 全部给你偿还了 所有的债务 现在给你解决了 所以耶稣进了死 希伯来书的九章四五节说 为此他做了新约的重宝 既然受死赎了人在 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 前约 旧约的人的罪 谁赦免的 都是耶稣赦免的 便将蒙召的人得到 所应许的永远的残业 因此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啊 也要新耶稣得救 新约的人怎么得救啊 也要新耶稣得救 那么就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在天下人间 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上帝没有之下 别的名道我们靠着得救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见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福那里去 亚当下瓦想得救 你必须要信耶稣 耶稣当时的名字叫 女人的后裔 后来被称为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后来被称为是 大卫的子孙 他就是那位喜罗 那位吃平安者 什么叫平安 我们见面的时候都说平安 你与耶稣里面有佛能 与上帝很好的才有平安 不然的话 没有平安 只有信告耶稣基督的人 才有平安 耶弟兄的儿子 名字叫沙龙 沙龙一个沙沙龙 沙龙就叫平安的意思 是希伯来的沙龙 就是平安 我把他改为杀龙 杀掉那个龙 把龙杀死了我们得平安 耶稣基督就接着死 败坏了这四川的魔鬼 把这个龙给杀了 然后我们就得平安了 是的 确实我们的平安是 耶稣把对方的头给伤了 伤了撒当的头 伤了蛇的头 把我们从罪恶里 从死亡里 从地狱里 把我们拯救出来 因此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 就不致灭亡 凡得永生 这就是耶稣基督 他做了新约的宗宝 其实他也是旧约的宗宝 因此我们当告白这个名字 我们要述说 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他是独一的救主 除他以外别无成就 任何的宗教不能救我们 甚至教会无法救我们 只有教会的 所敬拜的那位耶稣基督 才能救我们 弟兄姊妹不会救不了我们 圣人无法救我们 奥布斯丁也无法救我们 玛利亚也无法救我们 只有耶稣是独一的救主 是唯一的救主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只有耶稣这一个名 所以我们听到耶稣这个名 是合同的亲切 耶稣这个名 这个意思就是救主的意思 上帝给他起名叫救主 他也是真正的救主 是那独一的救主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现在知道 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救主 我们不应当寻求其他的帮助 我们只有寻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他把爱子都赐给我们 其不将万物都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我们只有靠他信他得住 愿你认识这位基督 愿你也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 愿上帝怜悯我们 赐予我们 阿们 我们第一次祷告 天主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 他在历史中完成了救恩主 数了救越里的人 也救赐了我们现代的人 神儿我们向你感恩 愿你继续不断地救我们 救我们到底 使我们可以将来与你相会 将来在天堂的时候 永远永在一起 愿是帮助我们 引领我们 看顾我们 祷告佛国主 耶稣基督的名求你 阿们 anci 迪廣 尘照我们 殿道 鬼音时刻 靠足有福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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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的应许 这种机会也给我们看见 我们每一次赴圣财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知道 我们都是肢体 他重价所买来的 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 这圣财也称之为爱的夜席 所以让我们每一次领受爱的夜席之后 把我们所有彼此的 割合 仇恨 乐器 全都拿去 大神在我们里面做自由运行的工作 下面 我们来 弟兄姐妹在闭幕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和赞美你 今天我们蒙月自己的爱带你 使我们听到了 你是在起初的时候 为我们所预备的女人的后衣 因着你 是我们醉的色眠 因着你 使我们今天脱离咒诅 因着你 今天使我们可以自由释放 因着你 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得救的人生 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能够活出你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所以接着圣餐 让我们每一个人来纪念你 为我们的生命的排开 宝血的流出之后 祝我们真正活出 以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 将同生可以交出祷告 奉主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当耶稣被卖了那一页,耶稣拿起冰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所得,你们每分行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忆我。 饭后,耶稣又拿起冰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所留的学,使你们最可得赦免,你们如此行的是贵的记忆我。 拿到之后,先拿着,我们等一下一起吃,一起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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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花。 急远受获喜地再世、付亚了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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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